中国人口下降与提高生活水平 南部边境危机或成潜在隐患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今天咱们聊一聊中国人口下降的问题 华尔街日报2024年1月17日专栏文章 女性顶住了生育压力 中国人口下降正在加速 同时他还引用了一下中国统计局的数据 2023年中国总人口14.1亿 减少208万出生率持续下降 怎么看 首先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看到了一句标语 当时为了鼓励计划生育 这句标语是这么说的 少生优生 立国立民 今天我们正在实现这个目标 第二个呢 人口出生率下降说明什么 说明中国的女性地位大幅度提高 对女性解放是成功的 我们现在说实话已经摸到了发达国家的门槛 用不了多久就会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这是基本的事实 那这个时候有人会问啊 你没有人口了工厂里谁去干活呀 没有人口了生产出来的产品谁来消费呀 我们的经济如何维持和增长啊 尤其是盖了那么多房子 很多地方都负债累累 谁来住啊 我们马上要完蛋了兄弟 不要唱赞歌了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 但是这个问题是有前提的啊 这个问题的前提是什么 就是我们所谈到的人口 它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是不是说 比如说像非洲 钢果金 布隆迪 安格拉啊 这些地方啊 像非洲随便你 蹦 生出一孩子来 就算人口 对不起 那玩意儿不是 说句不好听的话呀 许多非洲欠发达地区 或者全球欠发达地区 你搞这些东西 跟兔子妈妈生了一窝兔崽子 跟老鼠妈妈生了一窝耗子 没有什么不同啊 长大以后 除了张嘴吃饭就没啥了 这个玩意儿不是说 我们所说的人口 这个不是我们所要聊的人口 它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 出生率罢了 对不对 我们所谓的人口的前提是什么 是指的工业人口 或者之前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词 叫社会主义新人 在西方或者我们看西方 这个玩意儿就是我们所说的黄金人口 关键点在这儿呢 如果以财富价值做参考系 从公立主义的角度 工业人口 社会主义新人 黄金人口 才是我们想要的 不是一个你普通生出来一个 不是这个 这里边是有前提的 我们说的不是像印度 印度有人口随便生一个 长大以后除了烧香拜佛 对这个社会与国家没有任何物质上的贡献 这种人咱这么说 这种人没用 懂吗 所以这个里边还有另外一个关键词 叫物质贡献 这个物质贡献可以是有形的物质贡献 也可以是无形的物质贡献 比如说科技创新 所以这个里边我们讲的人口 它的前提已经给你定义好了 是在唯物主义的框架下的工业人口 社会主义新人或黄金人口 不是说伸手就要饭吃的 那跟动物没什么两样 兄弟们今天又要了饭了 明白啥意思了 就是这个嘛 西方的论述现在是这个 中国的经济不行了 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出生率下降 人口下降 这个原因 他把中国人口下降与中国经济挂钩 这个说的有没有道理 我这么跟你说 说的有一定道理 但是呢 他没有把整个问题跟你讲清楚 这个里边我们需要问的问题是什么 是如何改善我们的人口结构吗 不是的 我们首先需要一个思考的东西 是美国有三亿多人 本地白人也不生啊 越世俗的越不生 但是呢 依靠移民 勉强的把出生率维持在2.0 美国三亿多人啊 为什么没有人口危机呢 这个是我们想要知道的问题啊 美国才三亿多人 中国十四亿人 中国十四亿人出了人口危机 美国三亿多人 为什么没出人口危机呢 这个难道不是我们应该问的问题吗 那有人说美国不需要那么多人啊 那我要问了 美国为什么不需要那么多人啊 首先一个 美国有一个高附加值的国内市场 它的估值很高啊 就是说你现在要发展 你要估值还是要钢铁 我说我要钢铁 但是估值也很重要啊 对不对 美国不需要那么多人 因为它有一个高附加值的国内市场 它的估值很高 第二个是什么 它有一个高附加值的全球市场 全球都在支持它呀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是什么 它的美元有猪币权呢 对不对 说啊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之所以美国不需要那么多人 是因为美国有军事霸权 加美元霸权 所建立起来的霸权红利体系啊 那所谓的黄金十亿人或者西方黄金十亿人是什么 是由其余的七十亿人供着养着的 现在明白问题了吧 西方所宣传的中国人口问题 罪翁之意不再久啊 西方宣传是什么 中国人口下降啊 会引发经济危机啊 为什么 首先一个中国没有高附加值的国内市场 这是头一个 第二个 中国没有高附加值的海外市场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中国没有像美元那样的铸币权 这是第三个 加上他们认为 中国人没有创新能力 只有依靠劳动密集型 过一个打工仔的生活 这是什么东西啊 十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 这就是你的命运 这是他想要的中国 就是这个 这就是西方所谓的中国人口下降论 原来还是建立在西方中心体体系蓄势 殖民主义 种族主义那一套 也不换个模样 就这么简单 你以为啥呢 西方中心主义的蓄势就是这个 那么问题 我刚才说了 这些问题是不是问题 如果这些他描述的都是中国的事实 没有一个高附加值的国内市场 没有一个高附加值的海外市场 没有铸币权 没有其他这些东西 只靠卖衬衫活着 是的 他说的有道理 我刚才说的中国政府知不知道 那这个东西我们要分析了 对不对 中国政府知不知道 这中国政府和大眼猫比 哪一个厉害 对不对 中国政府知不知道 那好了 我现在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中国做什么 让美国西方这些种族主义殖民者最头疼 就是中国做什么 让他们最头疼 他们喜欢抹黑 他们喜欢说一些烂七八糟的话 中国在做什么 咱们今天再看一看 首先一个计划生育 为什么说计划生育 因为有了计划生育 我们可以把有限的资源投放到其他地区 明白啥意思吗 那中国投放到哪了 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然后创造高素质的国民 这才叫少生优生立国立民 明白啥意思吧 这投一个 第二个产业升级中国制造2025 美国为什么这么害怕中国制造2025啊 尤其是尤其是人工智能 全自动化 他节省劳动力啊 他挑战什么 挑战西方的技术专利标准的垄断 他再也收不了专利费了 这是头第二个 第三个 内循环 中国要搞自己的大市场了 内循环是个什么东西啊 挑战高附加值的国内市场 美国有一个高附加值的国内市场 以后中国也要有一个高附加值的国内市场 第四 中国在做什么 一带一路啊 一带一路彻底撬了西方美国的命根啊 因为什么 他挑战美国这个高附加值的海外市场啊 到头来 你那个黄金十亿人 你的对手是谁 我们普通七十亿 这叫什么 这叫农村包围城市 最后绝了你的老巢 明白啥意思吧 第五个人民币国际化 美国为什么害怕人民币国际化啊 因为他挑战了美元铸币权啊 你以为啥呢 第六个 中国在扩充核武器 造舰下饺子 他挑战什么 挑战美国维持他那一套游戏规则的根本 就是军事霸权呢 第七个 中国式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 他挑战什么 挑战西方的价值观 西方的叙事啊 把他们从灵魂上彻底的否决掉 明白啥意思吧 当这些东西都有了 当这些东西都做成了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用三亿人过得很好 明白啥意思吧 所以现在我们发现了 随着产业升级 随着内循环 随着一带一路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 随着扩充核武器 中国式现代化 我们看到了什么 人口在下降 经济在持续的增长 等于什么 人均生活水平提高 你这些什么工资啊 重制啊 职人啊 润人啊 不成天宣传西方的这个人均产值吗 他人均产值多好啊 他人均生活水平多高啊 以后中国就是这个样子 人口在下降 经济在增长 等于什么 人均生活水平在提高 这就是什么 八达国家嘛 我们也想当黄金人口 明白吗 我们的黄金人口是什么 黄金的社会主义新人 这是我们想要的 那说完了 中国人口下降和提高生活水平 到底中国会不会有人口危机呢 我个人认为是有的 也有危机和隐患 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是南部边境 中国的南部边境 云南 广西 新疆 西藏 这个南部边境 以后很多年 它的危机会越来越大 为什么 你看一看啊 南部边境都是些什么国家 越南 老挝 柬埔寨 缅甸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孟加拉国 印度 巴基斯坦 总共人口22.3亿 就现在 它的出生率没有一个 几乎没有一个低于2的 出生率大于22.3亿人 没有下降的可能 他们现在跟中国的发展程度相比来说 那是越拉越大 哪怕以后他们走了 中国式现代化 他们形成了与中国市场的绑定 那么也会 这个差距也会体现出来 那所以怎么办 当他们看到边上一个发达国家 中国发达国家 人口正在下降 人口正在下降 然后他们说这是个发达国家 这里边肯定有好日子过 怎么办啊 怎么办 北上 北上跟美国现在的情况一样 北上 而且美国 你咱咱不说 拉丁美洲没那么多人 知道吗 拉丁美洲没那么多人 中国周边可就不一样了 我刚才说的这些国家22.3亿人 而且它的发展程度与中国的差距只能是越来越大 那最后什么结果 最后有什么结果 我希望孟加拉国发展起来 我希望印度发展起来 为什么不至于今天华尔街日报所说的印度不行了 知道吗 印度不行了 印度会出问题 如果印度出问题 肯定会有我今天说的这个危机 到头来中国变成了发达国家 这20多亿人还生活在普通的贫困当中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们肯定会北上 当他们北上的那一刻会发生什么事 这就是我说的人口危机和隐患 而这个隐患来自中国的南部边境 关键点在这个 所以呢 这个事大家怎么看 底下讨论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定请定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